好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这一个题目是在练习里面 第六页第五题 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 这里 第五题啊 第五题 我们有200g的 X 200g的X 融在 3L的 水里面 然后 我们在这个水里面 加入3L的 Dietil Ether ok 用来Extract ok 用来Extract 这个 X ok 用来Extract这个X 那请问 会有多少的 X 融去 这一个 Ether里面 融去这个Ether里面 然后Partition Coefficient of X 水和Dietil Ether的 是2分之1 这个就是讲 X在水里面的浓度 和X在Dietil Ether里面的浓度的比例 是1比2 1比2 那么从这个题目里面 你要能想象到的东西是什么 ok 你要能够想象到的东西是什么 你有一杯水 这杯水里面 这是3L 体积是3L的水 然后 里面有多少东西 200 Gram的X 200g的X 然后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到好3L的Dietil Ether OK 加3L 也是3L Ether 那Dietil Ether 那请问 会有多少的这一个X 跑过去 Ether里面 来跑过去Ether里面 那跑过去的话 水里面的就会减少咯 因为上面有没有吗 从这里过去隔壁 上面这边Ether里面 就会增加水里面的就会减少 那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假设 OK 我们需要假设 这一个过去的OK Mass 哦 嗯 X Mass of X 嗯 是等于啊可能 W OK 这样子可以做一个假设啦 来做一个假设 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怎么解这个题目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一个杯 3L的水 3L的Ether 水里面有200g的X 有一部分会跑过去Ether里面 有一部分会跑去Ether里面 所以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是先要做出一个假设 OK Let Mass of X Mass of X Dissolve In 这个Ether 等于 嗯可能是一个W Gram 我们这里有两个Solution吗 OK 这边有两个Solution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浓度 哎会有两个浓度 分一半 还不够位置 谢谢 可以分一半 OK 第一个浓度S 呃 Ether OK Ether 等于 我们有3L 是 融在Ether里面的是Wgram 然后我们有第二个浓度 水 水 然后它的这一个 是 这一个多少 哎 原本是200 有W是 OK W啊 是 呃从水过去的 所以这边要减W 要减W 一样是3L 一样是3L 然后呢 嗯 这是两个浓度 一样是两个浓度 这边是 Gram 呃这边是Gram 然后 从题目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题目啊 哎 题目里面我们看得到 这一个 是 二分之一 水跟Ether的比例是二分之一 所以 这个二分之一 上面是水 下面是Ether 所以上面是水 S H2O 然后除以S Ether 所以等于 这个是200-W 除以3 下面是W除以3 Gram 我们就会得到解出来 W 就会等于 133.33g 所以最后 我们可以打 Math The mass of X Dissolve In Ether is I San San Gram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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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